我再补充一句,我希望警察朋友,对待自己的军警,我相信吴将军这些军公教佩服都是非常熟患,但是我希望他们把这个治安的力量好好去对付那些哪个日本太阳旗,我们在那里妖不扬威的,我除了支持吴将军这个军公教,为了自己的生命财产的, 尤其是财产的保障和支持,同时就不要忘记,我是援护中华人一份子,我们应该把所有力量集中起来,在这里拿着日本旗,在邀武扬威的,我们能接受,哪天在那里开战的时候,第二个二二八就会出现。 谢谢新党主席,郁主席,还有我们新党的青年军的朋友都来慰问和关心我们,我们新党郁牧民主席,在这一年当中,来过非常多次支持我们,不但仍来活动支持,他还赞助我们八百壮士, 用他的新党非常微博的一点点金费,来支持我们,我非常感谢郁主席,这一年以来,新党,包含郁主席自己本身个人,他也是我们军中的学长,用这个身份,来支持我们八百壮士,我们非常的感佩,我现在请郁主席跟大家说几句话。 我会让刚才文家医生说的,我们是一家人,所以他说的我们其实包括一家人,因为背后看到那个华的牌子,我防疫学校友会,就是防疫学,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革命军人,我们非常清楚地做这个上司,现在只是一个开始,不是一个结果,我也可以看到,我不喜欢对象号, 但是呢,心中的那种怒气,是累积的,当人民心中的怒气都累积的时候,一步一步,这样的一个群众运动,群众运动会越来越升高,不去表达更多的,我只是告诉你,不猜忍,谦卑,谦卑,再谦卑,谦卑到一年多的时间,还到两年,结果连卫生纸都出了文件, 民间的这种日常生活,跟民间的生命财产,都已经受到威胁的时候,人民的怒火,是越来越升高了,不需要多讲,很多事情,讲多了没有用,未来,这是我们心中的开始,明白告诉蔡英文臣, 我就呼应我们预主席讲的,这段时间以来,所有的民间人士,各政党都支持我们,我们代表的是捍卫中华民国,以及捍卫宪法的尊严, 还有就是中华民国,法律持续的稳定性,不可以因为你们多数党,多数的执政,就可以致意妄为,破坏宪法,用违宪违法的所谓连改会,来做这些修正, 然后追溯寄网,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,用溯及寄网的方式,来对待军公教警销,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听到我们的声音,我们的诉求非常简单,就是停止军人退附制度改革版本的审议,先跟我们沟通,有了共识,再送进行政院,送到立法院, 公教警销的虽然法案通过,我们也呼吁,暂缓实施,等劳工的法案一起通过,大家协商过,有共识了,再来实施,这么一个非常卑微的要求,政府都听不到吗? 现在我们的MU上校,在台大医院的家户病房,生命垂危,难道政府没有一点感受吗? 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国民,我们是退伍军人,就像我们一主席一样,我们当年年轻岁月的时候,为国家牺牲奉献,到现在领老了,政府要用这种不公不一的方式,违宪违法的程序,来对待退伍军人,请问现役军人心中会有什么感受? 我们今天在街头的遭遇和被羞辱,被忽视,现役军人马上就是每个月都有人退伍,我们的今天就是现役军人的明天,这种施政粗暴的方式,能够得到军心稳定,士气稳固的军队吗? 如果军人不知为谁而战,为何而战,请问政府,国家安全要靠谁? 所以我希望蔡英文好好听到我们的心声,做慎重的思考,跟我们诚恳地来对谈,沟通,协商,谢谢大家 再补充一句,我希望警察朋友对待自己的军警和人事,我相信吴将军这些军公教配的都是非常熟患的,但是我希望他们把这个治安的力量好好去对付那些哪个日本太阳旗,我们在那里妖无扬威的,我除了支持吴将军这个军公教,为了自己的生命财产呢, 而且是财产的保障和支持,同时就不要忘记,我是援护中华民一份子,我们应该把所有力量集中起来,在这里拿着日本旗,在邀无扬威的,我们接受的,哪天在那里开战的时候,第二个二二八就会出现 好,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